好 搞定 搞定什麼 買了機票 買機票去哪裏 回香港 回香港 你批了PR 了嗎 未了就是 怎麼回 為何這麼大膽回香港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上條片不是說我們 其實都要等的 都要等起碼去到2024年才開始看我們這份東西 如無意外 我們都在這段時間 都不會有PR 不能夠自由出入 但它亦都不會做任何事 即是我們不妨試一下申請BGVB 然後回香港探親 是的 COVID這麼久 兩年多都未回香港 到現在都是時候回到 是的 我們已經買好了一家四口 一家大小 多少錢上機票 你知道嗎 1400元 是的 1400元 其實已經算是便宜的 因為我之前剛剛看見他開關 其實一直在檢查價錢 我在想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飛回去好呢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直航 其實在COVID之前的大距一年左右 已經沒有直航 即是由Kens 和可因斯回香港 以往國泰有直航飛機 後來就取消了不再做了 所以要在Kens 回香港 就要飛到Britxburn 或者飛到Sydney Mellburn這些地方 轉機回去 又或者飛到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 例如新加坡航空 經新加坡然後再轉回香港 對呀 剛剛開關 我檢查過星航 就要三千多元一張機票 來回 因為大家一窩蜂就出去 因為可以飛回去 那現在開始回落了 回落到其實我之前查過 最便宜的一千三元都可以回去 十二月的時候 但是我們當時在猶豫 又害怕會不會撞正 審批我們的PR 所以我們一直都沿空了 最後一開始拍板 我們十二月中 他們放暑假 我們就回去 一放假第二天就回去 到我們拍板買的時候 就升了一點 一千四元一張 那仍然是可接受的 是 如果我們再遲些買 應該不是這個價錢的 所以我們就會在新加坡轉機回香港 不過其實很多人跟我們說 你不一定要在新加坡轉機 你可以試想想想飛日本也可以 是啊 因為我們其實有年航 有Jetstar 這個年航的航班 是會在我們Canst出發 可以飛去日本 不同的地方 最多人去就去大阪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有的行路 不單止是新加坡 我們還可以飛去日本 其實那些朋友就會 其實你可以這樣 就是由Canst 飛去日本 玩一轉 然後才飛回香港 然後再由香港回來 從香港回來 都是經歷日本 然後才飛 是啊 如果我們去日本玩 就是買Jetstar 就由Canst去日本 就是來回 然後去到日本 在日本再買一程 就是回香港 那裡又是日本、香港、香港、日本 兩套不同的航空公司機票 那些朋友就會問 哇 你這麼快買定機票 那你那個BG visa 十批了 我最初有猶疑 就是因為擔心我們 到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他在這裡翻閱我的文件 要我補文件 要在這裡拿一些資料 我人不在者類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看回我們時間 照計我們的批的時間 都遠遠超越我們 應該會回到香港 原來再回來之後 都應該還未開我們的檔案 所以我們比較放心 當然這些東西沒有100% 另外就是我們的BG visa 其實都不是那麼難批 因為我都那麼久沒有回香港 再加上我們都買了機票 那裡有很強的理由 我們說我們要回香港去探親 那麗英都應該很容易批得到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買了機票 才打算申請 就是因為我們上了去 延民局的網站看 申請BG visa B 其實你有理由 為什麼要回去 另外就是你要有一些證明文件 證明你是要去出外 又回來 所以意思就是 例如有些什麼 就是一套來回機票 就是你飛了走之後 你會飛回來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 應該要買了機票 然後你才可以申請 BG visa B 又或者如果你是商務會議 你去香港開會 要談談些拼購 合併生意 人家可能有封 invitation letter 給你 那你告訴你 現在Intel 請我過去開會 現在我準備要去開會 所以現在申請我BG visa B 這樣都可以 現在我們12月就買好機票 那我們要不需要現在申請BG visa B 我覺得也不需要太早 因為太早申請 他又不批你住 另外就是如果這一批 有些人就說一批 就批一年時間 如果我現在今天申請 好了過兩天他批了我之後 一年之後 即是一年之後 即是夏年的四月就沒有了 那麼分鐘 到時候我要再去旅行 我要再去申請 但如果我來到9月才申請 即是再去到2024年的9月 才是完成BG visa B的 expiry date 可能我2024年還可以再去多一次旅行 即是可以盡量利用那張BG visa 再出國多幾次 當然我都希望2024年前已經批了我 去完旅行回來馬上就批我 不用再去多一次旅行 不用再用B visa去旅行 那時候拿著PR身去旅行 到時候 是的 希望就如願意上 如你的心願 好了 我們現在最後 剛才說了12月回來 我們是12月中 即是那兩個小朋友放假 10號放假 我們11號就上飛機了 然後就會在香港逗留一個半月 是的 我們都不是懲疑純粹留在香港 都會再去其他東南亞國家 再看看有些什麼會去 到時候我們可以有很大的彈性 有一個半月的時間 去日本也可以 去多轉韓國也可以滑雪 或者去東南亞地方去玩潛水都可以 是的 那我們到時候 看看會不會在香港網聚呢 我們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少的網友 是的 八個月之後我慢慢計 我也不知道 好 我們到時候如果真的要選網聚 到時候就跟大家商量一下 好了 我們這條片到這裏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想念 旁邊 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